为了保障客工的安全 政府陆续征用更多地点 把客工从不同的宿舍转移到临时住所 他们包括达曼玉郎组屋区 体育城和四个体育馆等 政府也考虑使用两艘邮轮 以安置健康的客工 记者李化报道 记者上午来到新加坡体育城时发现 华侨银行室内体育馆的四周已驻起围栏 也有物资陆续送到体育馆 新加坡体育城授寻时证实 即日起将陆续有大约800名客工入驻体育馆 期间体育城将实施严格措施 限制客工进出并确保安全距离措施到位 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则表示 已陆续启用一些体育设施供健康的客工入驻 分别是巴西利 玉郎西 金文泰和后港体育馆 在达曼玉郎组屋区拥有超过400个单位 位于永光路第63到66座的租赁组屋 也被政府征用为客工的临时住所 也是玉郎集选区议员的国务资政善达曼 在写给居民的信函中指出 入驻组屋的客工除了上班或到楼下购买必需品外 其他时间都会待在屋内 每次进出都会测量体温 驻守的警员和保安人员将负责维持秩序 另外当局也规划路线 确保居民能继续光顾一楼的商店 这四座组屋目前只有两个出入口 一管控客工以及公众的进出 虽然附近居民还是可以以前来楼下的商店购买食物和必需品 不过人潮稀稀落落 少了至少八成 新加坡旅物局也发文告表示 政府正考虑征用绿星邮轮旗下的双子信号和保屏信号 让已从冠病康复或冠病检测成阴性反应的客工入住 刘局说 这是为了减少在现有宿舍的客工人数 并有效落实相关的健康措施 两艘有轮客工多达2000名客工入住